大家好,歡迎收看紅琴館初家課程系列 第一課的時候我們玩了一個遊戲 是認識那個琴鍵的黑白鍵 我們就用了紅琴館設計的教材 就是第一個遊戲 今天想跟大家認識一下高音和低音譜 亦分為左手右手 也會介紹指法是怎樣認識的 那我們就開始遊戲了 首先我們請小朋友拿一隻左手出來 放在一張紙上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把手指描述 對 那他告訴我哪一隻是手指公 他會說這隻是手指公 這隻手指公我會稱為一手指 這隻是二手指 三手指 四手指 和五手指 我們可以玩遊戲 對 如果是最擅長的 我們會舉起哪隻手指 一手指 對嗎 如果他不夠擅長的 我們就舉起五手指 如果我們撩鼻子 是哪隻手指 可能會給你二手指 但他說 我不撩鼻子 那你就稱讚他 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左手 手指公 一二三四五 這樣 好 接著我們又到右手 我們又trace一次 trace完之後 我們又是認一下手指的分別 那麼 手指公 手指公 一樣都是一手指 二手指 三手指 四手指 五手指 四手指 你又要請他 你給我五手指 五手指 四手指 我們可以點四手指 一手指 這裡 你可以問問小朋友 然後再厲害 兩隻手在一起 好 兩隻手一起給我一手指 OK 兩隻手一起給五手指 OK 兩隻手一起給二手指 OK 那你就可以和他玩少少這個遊戲 好 接下來 我們就介紹一下給小朋友看 這隻手指 這一隻手 這邊 我們會是高音手 你會見到 遲下我們這份譜 裡面會有一個高音姐姐 這個很漂亮的 就是高音姐姐 右手是靠近琴鍵高音的地方 所以右手主要是多彈高音的 高音手 OK 接著我們有一個低音的 左手靠近琴鍵低音的部分 所以他會有這個符號 低音哥哥這個符號 我們等一下會和小朋友玩一個遊戲 我會彈Merry had a little lamb 有時候我會在高音那邊彈 有時候我會在低音那邊彈 當我彈高音的時候 我們就要請小朋友拿起高音姐姐 即是這張卡 我站在高音譜號 如果我彈低音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他拿起低音哥哥這張卡 這個低音譜號 現在我們試一下開始玩 當我彈高音的時候 小朋友一直要拿著這張卡 當我彈這個 小朋友應該要拿著這張低音的卡 讓他們認識到高音和低音的 今天我們這個遊戲玩到這裡 下次我們又再玩另一個 拜拜